我叫羅盛文 我目前住在阿姆斯特丹 那我的研究的範圍大概是人和非人類之間的關係 那我目前 就我之前在那個Saint Eos念書 那目前在阿姆一個機構叫做Ribes Academy住村 那我的創作的策略其實還蠻雜的 就我一開始是做攝影 然後後來是做比較多的裝置電玩 或者是拿我自己當白老鼠的人體測試 那這一次就是因為因緣機會就是做有點類似密室逃脫的一個形態 我們這一次的題目叫做Feel 那就跟題目看起來就跟蠻雲的Eel跟Feel跟感覺是有關的 那這個計畫是由北海大使館和物的會議 講說The Parliament of Things還有The Embassy of the North Sea的一個委託的創作 那 Parliament of Things其實是那個Bruno Latour的一個點子 那一個法國哲學家Bruno Latour的一個想法 他認為說就是在這一個受人類控制的社會裡面 物的就是非人的東西 就是包括動物 植物 甚至是礦物 河川 海水 就是這樣的東西 其實他們在議會裡面是沒有發言權的 所以他的有一個主張是他希望就是這一些物品也會有在議會裡面一個發言權 那有各種方式去做傳遞他們的聲音這樣 那其實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那在荷蘭有一群人就想要把這個概念實現 那他們就成立了這個組織叫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物的會議 那他們平常就邀請了非常多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邀請物 就是他們還是邀請各種不同領域的人 比如說科學家、哲學家或者是政治人物、商人、藝術家 就是各種不同領域的人 然後聚集在一起 那試圖去思考說如何讓各種不同的物 動物、植物、非生物 就這些物也有發生的機會 然後一起討論這些事情 那他們有一個平行組織叫做The Embassy of the North Sea 就是北海大使館 那因為是這個組織是Parlament of Things在荷蘭 所以靠最近的海域就是北海 那他們的研究重心也就是以北海作為一個焦點 那試圖討論北海發生的各種不同的事物 包括環境、生態或者是科技發展 那他們的忠誠目標是希望讓北海具有法人的地位 讓北海法人化 那這一次的委託就是北海大使館的委託 那同時這個活動也是北海大使館的年度計劃 那同時也跟荷蘭的Spinoza Lens合作 Spinoza Lens就是施斌諾莎獎 其實就是荷蘭一個學術性的獎項 就是有點類似荷蘭版的諾貝爾獎 那今年的得獎者就是法國哲學家 那所以就是這一次的活動 就是除了The Embassy自己的活動之外 也有那個Spinoza獎的活動 所以就是有不少的哲學家也有參與這一次的合作計劃 包括La Tour 他們有直接參與 他是來受獎的 還有像是Donald Haraway 就是這些哲學家 就是都在這一次的活動範圍之內 那這一次北海大使館 今年年度研究主題其中一個是鰻魚 那鰻魚其實我們台灣人可能並不陌生 就是也許大家都有吃過鰻魚飯 那其實鰻魚其實有各種不同的種類 那幾乎所有的鰻魚都是瀕臨絕種 包括日本漫、美洲漫或者是歐洲鰻魚 都是瀕臨絕種的動物 那為什麼要去研究鰻魚呢 因為鰻魚跟荷蘭其實有蠻大的關係 其實如果大家住在荷蘭的話 荷蘭的淡水河川裡面其實就會有鰻魚 就是各種不同尺寸和年齡的鰻魚在荷蘭的河川裡面 那他們在他們的一生中其實會遇到非常多的困難和挑戰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困難和挑戰 就除了外在和人為的環境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鰻魚的生命走起其實還蠻長的 鰻魚的壽命可以到70歲 那我記得世界紀錄好像是150歲 就是他們是一種長壽的魚種 所以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裡面 他們其實跟人類其實有不少的交手的機會 就是在這個人為創造的環境裡面 鰻魚其實要找出他自己一條的神路 其實是他每天必須要面臨的問題 那有哪些問題呢 其實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那個捕撈給人吃 就是捕撈給人吃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鰻魚其實就算有鰻魚的養殖業 但是鰻魚是無法被完整養殖的 那意思是說就是他必須要從魚苗開始做養殖 他沒有辦法從蛋開始養 因為那個人類目前還不知道 怎麼把鰻魚的蛋孵成一條小鰻魚 就是人類目前還沒有這個 幾乎還沒有這個能力 那因為他們人類不知道那個 鰻魚蛋孵化的條件 具體條件是什麼 然後也沒有辦法複製這樣的條件 在養殖場裡面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吃的每一條鰻魚 其實一開始都是從海裡面撈上來的 也就是說鰻魚苗都是要從海裡面撈出來 然後再把它養成比較大的鰻魚 如果是養殖業的話 那鰻魚在歐洲 它的使用量相對亞洲是比較少 那亞洲其實就是從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 開始有很大的使用鰻魚的文化 所以呢就是從歐洲走私鰻魚苗 到亞洲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意 那其實估計就是有大概三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的鰻魚苗被 從歐洲被走私到亞洲去 那這個生意那個 其實它的所涉及的金額是非常龐大的 就是它跟那個歐洲走私毒品的金額 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就是它的那個規模是應該有數十億還是數百億歐元每年 因為它他們其實其實這種冰微物種 它的它的苗一個一個小小的鰻魚苗 大概可能三公分長的一個一個鰻魚苗 它的末端售價可能差不多可以賣到可能7歐元左右 所以它的單位重量的價格有時候會超過黃金 就是它的它是非常有利可圖的 而且海關也很難做寬敞 那這只是那個鰻魚受到困難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他們在一生裡面還會遇到各種不同的困難 在荷蘭的話 荷蘭有一萬多個水壩和那個抽水站 那大家可能知道荷蘭是全世界最會蓋水壩的那個國家 那鰻魚像很多魚一樣它其實是一種回游的魚類 它必須要從淡水海水遷徙到淡水 然後再從淡水遷徙回海水去產卵 所以它在遷徙的過程之中 其實它第一就是以歐洲蠻來講 它其實是從6000公里外的地方飄過來 它是從百慕達三角洲那一塊飄過來 就接近加勒比海那一帶 飄了6000公里之後來到荷蘭 然後一來到荷蘭 它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一萬多座製作金量的高級水壩 就是幾乎可以把所有的鰻魚就是擋在那個 它們要前襲的淡水之外 那它們就要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跨越這一些障礙 有的是它可以在路上走 鰻魚可以在路上爬 可能100公尺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它們生命力其實非常強 但是面臨這一些水壩和高速旋轉的這一種 抽水戰的葉片來說 就是鰻魚其實它的死亡率還是非常非常高 那另外就是河川污染的問題 就是就算是歐洲很多地方河川很乾淨 但終究還是有不少污染物 其實會出現在在水域裡面 那這其中不只是工業污染 還包括居家污染 那問題就是問題還有很多 我只能簡單講到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知道這些問題之後 那北海大使館就問我說 你們可不可以做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讓一般的民眾也可以去思考 鰻魚的困境這樣的問題 它並沒有跟我們講說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它只是講說就是讓大家可以思考賣魚的問題 然後也許可以做一個像是workshop之類的東西 就是它給我們的那個限制其實很少 就是它大概就只給我們這樣的訊息 那就是我們經過一些討論之後 我們決定做一個就是介於體能極限王和密室逃脫之間的一個 一個東西 就其實我有點避免講它是密室逃脫 因為它不是傳統的密室逃脫 它其實是比較偏重結合身體感官體能和那個 和未知的一個空間 那跟密室逃脫類似的地方就是你要 你要試圖逃出這個空間 對跟傳統密室逃脫類似的地方 就是你要試圖找出一個出口 然後從這個空間裡面出來 第一個就是有Embassy of the North Sea 第一個是那個北海大使館的網頁 然後再來是Bruno的巨元 對就是就是北海大使館的網頁 它就叫做Embassy of the North Sea 第一張就是那個那個就是我們的文學 這一頁就是在講蠻魚 它就是一生裡面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越研究會越覺得還蠻吊詭的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衰事會發生在蠻魚身上 就是它真的很衰 那譬如說那個荷蘭有一些漁村 就是譬如說Ellek就是北方一些漁村 他們的漁民呢很會吸食骨科鹼 就很愛吸骨科鹼 那吸完骨科鹼之後呢 就是他們可能就會往那個水裡面尿尿 那尿了之後 因為它尿裡面就會含有骨科鹼 這個核川就會被骨科鹼污染 那最近就有一些那個生物學研究 發現就是蠻魚的體內出現 就是會驗出骨科鹼的那個殘留 就是蠻魚苗被骨科鹼污染 那它的來源就是那個 就是幾乎確定就是漁夫的排尿 就是尿到水裡面去 那那這些魚苗又被走私到亞洲去 那又被人又被人吃掉 就是骨科鹼污染又回到那個人體內 所以那個大家這麼愛吃蠻魚 那可能是裡面有一些有加料的可能性 或許是開玩笑 對 那那個 好那回到剛剛那一頁投影片 就是蠻魚的八卦還很多 就是我們之後可以慢慢再聊 那我們的點子就是去做一個這個 有點類似體能極限王和密室淘汰 結合的一個空間 那最後找到一個地方是在 Marina Terrain的一個靶場 那Marina Terrain是一個海軍基地 那它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空間 它本來是海軍在打靶訓練用的靶場 那長大概30米左右 寬大約4米吧 的一個長型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我們看起來就還蠻適合 來做這樣的裝置的 因為它的 它完全沒有任何窗戶 前後兩扇門 那擋起來之後裡面完全沒有任何光線 那隔音也很好 就你在裡面大叫外面也聽不到 因為它是靶場 那我們就找到這樣一個空間 而且更好的是就是它就在 阿姆斯特丹的Oster Dog旁邊 就是一個水域 那一個水域就是蠻魚會經過的水域 然後就進入Oster Dog 然後再要就是再進入淡水水域 所以其實它就 這個這個靶場它就位在那個 蠻魚的那個路徑旁邊 下面這一張圖呢就是 簡單的列就是 點出來就是荷蘭哪裡有 哪裡有水域設施 水地設施的障礙 就是荷蘭有一萬多個那個水閘和水壩 還有抽水站 甚至可能可能快要到兩萬個 因為這個是之前的資料 那很多很多是沒有魚通道 機會很多都是完全的擋住 這是荷蘭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而且其實沒有人真的知道 就是比如說阿姆斯特丹的水下 到底它的3D結構是長怎麼樣 其實沒有人知道 這個資料市政府是沒有的 所以就是水下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它的結構到底是什麼樣子 其實人類是不知道的 因為以前沒有留下這樣的紀錄 那現在人也沒有去撤會過 所以只有魚知道那個底下 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有哪些地方有障礙 有哪些地方過不去 其實以這麼愛搜集資料的荷蘭人來說 他們都不知道 就是這是一件我們在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這是一件讓我們還蠻驚訝的事情 就我們想說 大概有人知道說底下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結果市政府說沒有這種資料 對就不知道 只有非人生物或者是石頭知道 但是有一些水壩是有做魚通道 那這也跟我們設計這個空間是有關的 那所謂的魚通道呢就是 就是原本比如說原本有一個很陡的水壩 那魚是沒有辦法通過的 那這時候人類為了讓魚有通過機會 他可能會做一些裝置可以讓魚有機會通過 並不是百分之百可以通過 是讓他可以有機會通過 比如說以鰻魚來講 有些地方就會設立這種鰻魚梯 Ear ladder 鰻魚梯 那你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 有很多圓柱形狀的物體 那其實就是幫助鰻魚通過的一種構建 就是他可以讓鰻魚就是用彈跳自己的身體的方式 這樣扭過去 也許菲菲可以來介紹一下 就是這兩頁投影片跟我們裝置之間的關係 就是那個綠色的東西啊 其實是生物學家去研究鰻魚的移動方式 還有按照鰻魚的身體結構去做的設計 那它就是鰻魚是長條狀的嘛 所以它可以按照那個圓筒 這樣慢慢慢慢慢慢扭上去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OK 就是這個Ear ladder 它是人類設計給鰻魚的嘛 那如果我們想要讓人類去體驗一樣的感覺 我們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想到 OK 那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非人類的生物去設計給人類 但這件事情很難達到 所以我們就開始運用我們的想像力 就是誒 那我們假想我們是外星人 然後外星人去觀察人類的身體結構 還有人類移動的方式 去做一個很抽離的 就是把我們自己抽離人類的身份去做這個設計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OK 也許外星人會想說誒 人類有兩個這個東西 然後是這樣在移動的嘛 就有兩隻腳 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那是腳 然後他們可以在平面上就是前進這樣子 所以呢 那時候就做了兩個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做一個可以幫助人類跨越障礙物的東西 那那個障礙物就是一個垂直的嘛 所以我們就做兩個東西 一個是斜坡 很斜的斜坡 然後 然後一個是梯子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然後這個梯子比較有趣的點是 它不像是我們一般人類在生活裡面會用的梯子 就是一格一格或是樓梯 它其實是就是你只要站在那個東西上面 然後你用你平常行走再移動 就左腳抬起來 右腳抬起來 在移動的方式去做話 你就可以垂直上升了 對 這是用按照人類的行走方式去做的設計 但是 呃 其實我們想要講的事情就是 很多人看到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不知道怎麼用的 即便是這個東西其實用起來其實是蠻 蠻呃 不會太困難 就是跟你走路一樣 只是可能稍微有點重量這樣 可是很多人是他完全不知道怎麼用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雖然說荷蘭有非常非常多的 為動物設計的橋 就是可能有一些是天橋幫助動物可以 呃 跨越高速公路這樣 但是動物真的知道那裡有路嗎 還有就是他們用起來真的舒服嗎 還有就是他們真的有因此成功跨越那些障礙嗎 因為像有些人他即便是 呃 他去嘗試用這個物件 但他還是不知道怎麼用 或是他會用一個不是我們預設的方式去使用它 有些人是因為那東西他可以調整高度 但是他只能單方向 有人是把他調到一個高度之後 就是有一點踩跳上去 他不是用他想走路的方式 所以呃 所以就很有趣也是反映到 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就是 對於另外一個物種 其實我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未知的呃 方 就是未知的層面是我們沒有辦法 目前科技沒有辦法去完全了解的 這樣子 哦 然後我可以到那張斜坡嗎 有斜坡的 嗯 OK 你就看到 這個嗎 有斜坡那一張嗎 下一張 呃 在第14張是斜坡嗎 還是不是 哦 第10張不是 我們就做一個斜坡 然後那個其實也是一樣的概念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欸 外星人他也許沒有地心引力的概念 所以他覺得 哦 人類只要在平面上就可以移動了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非常斜的斜坡 然後大家當然是沒有辦法在那邊走 就可能要用爬啊 用跑啊 就是加速跑上去這樣子 的概念去通過 其實蠻多人有爬上去的 但是當然就不是用外星人想的方式去經過 那個 對對對 就是爬要抓啊 或是你要就是要有特定的點去踩 那最後那個東西就有點變形 因為我們是用一個比較強韌的布料去做的 對 但其實是可以上去的 呃 我覺得這邊就被 嗯 解釋的很清楚 因為剛剛在我們這個session之前 我不是在問說 欸 其實我在想 我原本我遇到這一關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我不是鰻魚嗎 為什麼我會遇到這個階梯式的東西 可是你們現在是解釋說 哦 這個是一個用外星人的角度在看 因為相之於鰻魚 就是我們也是一個非鰻魚生物 然後我們設計了一個 非常適合他們的一個魚道 我覺得這樣就完全 不可能適合 但也可能不適合這樣子 對 嗯 可是那個 我看了一下荷蘭的報導 我覺得他們沒有把這部分 你們跟他們 這些記者 他們沒有把這部分 你們跟他講的這個外星人觀點 然後相之於就是 魚道的這個連結性 闡述的很好 嗯 嗯 因為有保密的問題 我們不希望他提到 結構性的東西 啊 我知道 對 就是 就是 他們一開始有的寫得非常詳細 那我就請他們說 就是有一些部分不要去提 就是讓觀眾可以直接的去經驗 然後事後 呃 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可以讓他們知道說 他們剛剛經歷過什麼樣的一些事情 對 那這跟北海大使館 其他的展覽也有一些關係 對 其他他有比較 比較 比較 就是一個字面的一個展覽 對 那就有提到相關的一些事情 蠻好的 就讓他比較有奇葩性 對 那 呃 沒錯 那 那其實今天 呃 今天我們就以這個 中間這個構建 就做一個說明 那其實這個空間裡面 還有很多其他的構建 那呃 每一個構建都會對應到一個 蠻魚他 在他的旅程裡面 會遇到的一種困難 那可能包含水污染 呃 呃 可能包含那個 濫捕 那也可能包含他遇到這種 水壩這樣的構建 那就是剛剛講的 那呃 也會包含他遇到抽水戰的這個構建 然後他其實都是用一種 呃 那個相對溫和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如果有人覺得就是經過這個空間 對他來講會產生一些恐懼 或者是困難的話 那呃 呃 呃 或許我們就可以開始想像 這就是蠻魚 呃 他醫生裡面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會遇到的挑戰 那差別就是蠻魚的挑戰 會比這個可能難個一百倍左右 或者是難很多很多這樣 哦 比如說我們的 我們做的這個 呃 呃 會旋轉的葉片 其實它有點有點類似抽水戰的一個感覺 就是抽水戰會有高頻 那個高頻渦輪 那呃 我們也做了一個那個 這樣的一個裝置 只是我們的裝置很安全 就是它撞到你的時候 它就會停下來 那呃 呃 可是如果是蠻魚遇到高速渦輪的話 高速渦輪打到蠻魚是不會停下來的 它就直接切過去 那所以 所以 這都是一個 這都是一些溫和的裝置 就是讓那個 讓 讓 讓人類有機會 身處在一個 不是設計給人類的空間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生活在 嗯 就是 現在的社會裡面 其實 呃 我們 所接觸到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 有 設計給人類的 或者是 有人在管的 那 為人著想的 這一種設備 比如說最簡單的 像是路 或者是橋 呃 或者是那個 呃 人行道 呃 就任何的 任何的 就我們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多半已經是 就是設計給人走 或者是給人用的 那 呃 問題是 就是我們 已經不會再去想 另外一種可能性 我們已經把路和橋 視為理所當然 就沒有人走在路上的時候 腦子會想說 我正在走在一條路上 就就就就 人可能就在想其他事情了 可是可是我們不會 會去想說 欸這個路會不會對其他的 呃 生物 或者是 呃 非人的物種 產生一些困難 就是這一些表面 其實對 很多的動物或植物 它並不是最好的行走的表面 或者是生長的表面 呃 很可能是 其他非人生物的一個巨大的阻礙 只是我們 平常生活裡面 不會去想這樣的事情而已 那 呃 反之當我們來到 若我們來到一個完全 不是設計給人的空間 或者是不是設計給人的地方 比如說 呃 沒有人管的 或者是沒有人踏過的 自然環境的時候 呃 以我的經驗就是走到那樣的環境 其實 是還蠻恐怖的 就是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下一步會不會掉到某個洞裡 或者是會不會被什麼東西殘住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個石頭 到底翻不翻的過去 其實是很 其實是還蠻恐怖的 就是 就是在那種環境的時候 我自己是會一直拼命去找 啊有沒有什麼路標 有沒有任何人類 呃製造的痕跡 就是這裡曾經是 給就是要設計給人走的路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其實是還蠻恐怖的 那我們其實做這個空間也是想說 我們短暫的創造一個 嗯 不是設計給人的空間 就是它不是為你著想的空間 就是試圖讓人體會說 就是你在這個空間裡面20分鐘 你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感受 我覺得可以講 你提一下那個 那個Fish Friendly的那個 我覺得那個數字還蠻值得說的 就是呃 就是呃 就是剛剛有提到一些高頻的渦輪嘛 這些抽水站或者是發電廠 呃這些這些渦輪其實 如果沒有經過特殊設計的話 那如果呃 雨要通過的話 它的死亡率會是百分之百 呃現在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設計標榜說 它是呃 Fish Friendly Turbine Fish Friendly Pumping Station 就是就是就是對於友善的抽水站 或者是渦輪或者是發電廠 那呃呃 所謂的Fish Friendly的意思是就是呃 它的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 那呃呃呃 我們是覺得這個詞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呃 它的確死亡率低了很多 呃呃 可是它仍舊有百分之十的死亡率 那呃呃 我們人類給它一個詞叫做Friendly 嗯 但是所謂的友善 死亡率百分之十真的是友善嗎 那呃呃 你可能可以問一下自己會不會 把你的朋友放到一個死亡率百分之十的 一個裝置裡面去 那它還是你的朋友嗎 呃呃 所以這個詞就是我覺得有點像是 就這個當然Fish Friendly的渦輪 它的用意是好的 它是很正面的 可是這個用詞是很妙的 因為我覺得 比較一個精準的一個用詞 應該是Fish Less Deadly Turbine 呃或者是Fish Less Deadly Pumping Station 它它其實不太像Friendly 好像就我們一講Friendly好像 好像 好像大家就可以開心了 就是就是魚也高興 我們也高興 那就是講Friendly之後 可能民眾也高興 我們大家都對那個生物很友善 就是就是好像就可以 就可以不用去想這些事情 就就有時候我們用詞就是我覺得那個還蠻吊詭的 就是就是它並不一定跟我們想的是一樣的事情 就人類有一個我覺得人類有一個趨向就是 就是我們會自我感覺別人良好 就是會自我感覺 欸這個這個這個別人 或者是它這個非人生物 會感覺說欸它應該過得還不錯 就是我們都有這些高科技設施的 這些非人動物 就是農場裡面的動物 它應該也很開心 然後那個那個農場外的這些東西 就是欸我們也有公園讓它可以那個 在樹裡面在那邊活動 他們應該也很開心 我們會自我感覺別人良好 然後有的時候就 就不再去想或者是覺得說 啊就是這樣子 我們已經做到那個沒有辦法再更好 不然要怎麼樣 就是會就是那個思考可能就 就被這一些詞彙或者是科技中斷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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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些 所謂的科技和詞彙之後 我們可能就更把這些東西視為理所當然 然後覺得大家已經做得夠好 不需要再做 對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幾張圖就是就是我們的工作照 其實其實空間裡面大部分的東西都是手工的 所以就是每個東西都要就是從原始材料 要慢慢磨出來這樣 所以就是過程中我們也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就是在固展的時候其實我們也是 就是空間裡面有五台那個監視器 所以就是一百多位參與者的通過這個空間 他們所用的策略技術時間和各種不同的掙扎 其實都有被完整記錄下來 包括我們自己玩的時候也有被記錄下來 我們還沒有做完整的統計 但是以直觀的感覺大概是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 對那當然就是有些事情會影響成功率 比如說後來我們有一個構建 就是有一些故障 那這也讓觀眾掉到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就是這個裝置其實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有一些可能性就是 是交由機率的 就是你可能走到一個狀況是 你沒有辦法判斷說哪裡才是活路 就是你可能走到一條死路 那它會把你困住 你是幾乎就是出不去的 那你沒有辦法用你的智力去戰勝這一個關卡 你也沒有辦法用你的體力去戰勝這一個關卡 那純粹就是交由機率 那魚也是一樣的 魚有的時候其實就是衰嘛 就是魚有的時候就走到這一條路 他就死了 那這也跟他的智力和體力無關 他就是所以他走到這裡 他就出不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要把這個人 把他抓出來這樣子 把他救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要想就是 其實在現實的河川裡面 是沒有一個工作人員會把魚 把他抓出來 就是魚死了就是死了 就是我們人還有辦法從這裡面 就是我們打開門 然後問你有沒有受傷 然後就讓你出來 其實這也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困難 就是我們要設計一個 設計一個不是給人的空間 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或者是有挑戰的空間 但是同時其實又有很多的安全要被考量 就是那個北海大使館 或者是Marine Terrain的這個 這個靶場的空間管理者 他就會問說 你們弄搞這個東西 到底會不會有人受傷 會不會怎樣 那到底要誰負責 然後就是你有多少護具要給人穿上 你要做好多少準備 其實終究你還是要回 就是跟人為環境 或者是人為活動的一個現實做拉扯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盡可能做到不安全 但是還是安全的 對這部分我們其實 對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因為就是你想要讓他們 對於另外一個生物有更多的接近的經驗 但是你又怕 OK如果真的譬如說把你腳切斷 你當然不可能做這件事啊對吧 所以這中間 中間我們就是覺得 就在做一做就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只是在虐待觀眾 可是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 嗯 我覺得這是做 這是這個project最大的挑戰 就是你要跟現實 還有要跟你的concent 你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你當然不能把它做得太簡單 但是你又 但是就是我們其實是有點 有點risky 就是像我們有一個很斜的脅迫 其實有人在那邊是扭到腳的 就是有些人是有一點受傷的 可是 然後因為我們也算是第一次做這種 大型裝置 然後是要讓人類攀爬 所以讓觀眾去真實的 就是 去真實的體驗 所以 其實我們也是算是走了一步 有一點險期嗎 對 因為有些裝置其實是 算是 其實是 事會危險的 我覺得那個斜坡往下 還有 例如說那個 鰻魚階梯這個部分 我不太 因為像我就不是這樣踏上去 我想說 欸 怎麼這樣這麼難喔 然後就跳上去 然後下來的時候 也是需要花點腦筋 怎麼樣 怎麼樣 塗力下去 比較不會受傷 就是我們在看 監控錄像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就看得很興奮 就是 我們都沒有想到 有一些方式可以通過 就是有 就是一百個人有 就是沒有 我幾乎說沒有一個 沒有兩個人是用完全一樣的方式 通過這個空間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同方式通過 那 很多都跟我們預想的不一樣 也有很多人在網子裡面找到破洞 或者是找到漏洞 他就從那個漏洞裡面轉出來了 然後我們在監控錄像 我們就看到說 哇 這裡有一個洞 然後我們就會去把它補起來 就跟那個漁夫一樣 就漁夫可能也是看到說 這魚從這個洞裡面跑出去 他可能就是 隔天或者是當下就會把那個網補起來 所以這個空間其實還蠻動態的 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東西要修 然後每天都有新的東西要補牆 然後每天也都會有新的東西壞掉 那有的壞掉東西是修不好的 那那個關卡就會變成一個不同的關卡 最後就是那個關卡 有的就會變成完全不一樣的關卡 然後可能一個小小的構建 就是運作方式跟我們原本的方式 跟他原本運作良好方式不一樣的話 就是這空間裡面 只差了一個小小的卡榫出了問題 然後它就會影響整個玩家 就是是否能通過這個空間的幾率 它會巨大的影響整個人的結果 那這跟人性也有關係 人的選擇跟人的意志都有關係 就是你玩這裡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你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玩 那如果你沒有選擇的話 你只能在這裡奮鬥 那就是插了這一個小小的構建出了問題 那就是巨大的影響就是人通過的可能性 那並不是說這個裝置擋了這個人 而是這個裝置讓一個選擇變簡單了 那反而就是並不是變難 而是變簡單 就是變簡單之後呢 人反而出不去 這是我們覺得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 哇塞 就是很多東西都跟一個人的個性有關 就是你的個性有時候 可以在這個裝置裡面被看出來 就是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的成長環境是怎麼樣 其實都會影響你在裡面的選擇和表現和策略 這是我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想問不同國家的人進去的行為有不一樣嗎 還是比較多是個人的個性 有 菲菲回答 可以回答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這一點是聖文跟我說 他說在 因為我們有一關就是那個梯子跟斜坡 然後他是一個很高的 一個大概1.7公尺的障礙 一面牆 然後我們就發現就是 台灣人 台灣人在這邊會卡非常久 台灣人會一直站在那邊看 在想 或是輕輕的碰 就是他們非常的小心翼翼 然後 後來有聊是 有一部分是他們 怕會破壞我們的展品 他怕說用力會壞掉 然後有一部分是 他們在 想要 在想要怎麼用 但是 相對於其他國家的人 就是不是台灣的人 他們是直接 去抓 就是他們會直接用身體去嘗試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們覺得蠻有趣 就是台灣就在那邊 嗯 左邊走來走去 左邊看看右邊看看 然後又有一個甚至在那邊 又卡了好像半個小時 就在那邊看了半個小時欸 我們真的超意外的 對 有的 有的 我覺得有的 他看到那一面牆 他就覺得展覽結束了 他就要往出口走 就是 就是我啊 就是我啊 然後就開始在找門 因為你不是說有門嗎 想說 啊門在哪裡 我去那邊走一下 想說喔沒有門應該是還沒有結束 我想說喔如果還沒有結束的話 那我應該就是要跳上去 所以我就跳上去 但我覺得對於那個梯子 有一些很好玩 是他站上去之後 會一直回過來偷看 因為我們在後方嘛 在那個入口的地方 他們其實是可以看到我們 在很微弱的光線下 因為有些人以為的是電梯 然後在等我們按 按鍵把它送上去 對 對 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也有那個去收集前一關的沙袋 然後把它堆成一座小山 然後再爬過去 然後也有一個 好像也有一個阿姨還是阿嬤 就是從前一關拖了一個巨大的木棧板 到下一關來 然後把那木棧板放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想要從那木棧板爬上去 然後邊爬邊罵說 這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爬上去之後又說 就是那個 我不敢下來 我不敢下來 然後就說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說 時間到了我們會帶你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帶在那邊 然後阿嬤想了一下就說 我不要 然後就滑下去了 好妙 所以大家通常都是滑下去對不對 也只有這個看 對啊 對 少數沒有辦法 但是比較好玩的是 有人是滑下去 因為那斜坡其實非常的陡 有人是滑下去之後 他走到一個關卡 是全岸 然後裡面有很多障礙物 他可能在裡面走一走之後 他的方向感就失去 他就走回來 然後他居然在爬上那個斜坡 你知道那斜坡非常的難爬 但是他爬上去 然後又回到 就是要回到出口 因為他完全在裡面 已經失去方向了 有大概兩三個人有爬回來 對 那怎麼辦 你跟他說 你再回去嗎 沒有 沒有跟他說 他自己就會發現自己回到原點 對 就是很挫折 就說我怎麼回到原位 然後又爬回去 好妙 對 我也沒有 然後我覺得 做一個關卡 在網子那邊 我覺得 也有 也會看出蠻多差異的 網子那裡 喔對 網子那邊 就是 有一些人他會用 非常非常聰明的方式 想要自取 然後有些人就是 在那邊找網子一直翻 那有些人會想要把螺絲拆下來 不是有一個還把螺絲拆下來嗎 不只一個 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就是這 就是最後一個關卡 就是有兩 就是有 有三道門 其中一個是打不開的 另外兩個通往 分別通往兩個漁網 但是其中一個網是陷阱 就是你一旦走進那個門之後 你有很大的機會 你就是被困在陷阱裡面 因為那個門是一個單向門 就是你一旦進去之後 它就鎖上 那你就回不去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網是可以通過的 就是你如果走到另外一個網 如果你堅持的把它走完的話 你就可以走到出口 那所以就是我們原本預想就是說 就是要通過這一關 你就是要通過這個網 那不然的話你不是被困住 就是通過這個網 那可是 可是有各種不同的人 會想到各種不同的方法 那比較正常的狀況是 比如說找到網的一個比較大的洞 或者是找到就是我們有東西沒有釘好 它找到一個細縫 它可以用縮骨弓的方式縮出去 就是比較多的比例是這樣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會把它補強 讓只有貨真駕駛的紙片人 才有機會出得去 就是如果你長的是一個紙片的形狀 你才有機會出去 那就是沒有人可以出去 那後來又有人發現說 就是旁邊有一個打不開的門 他們就想那個門到底是幹嘛用 其實那個門是給工作人員進去救人用的 那個門設計的很好 就是它可以讓單架進入 就是如果單架要進去的話 那個寬度是可以進去的 就是那是一個緊急用的通道 那那個門不是給觀眾用的 它是打不開的 可是它可以從另外一側打開 就是從反側打開 所以有人就會在網裡面 去試圖打開那個門 他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他可能會去前一關找一個木棒 或者是什麼 來戳那個門的卡榫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再試圖回去 或者是用他的手 像哆啦A夢一樣 伸那個手在那邊一直摸 想要把那個卡榫推開 我們就看到很多人 就是手伸的長長的想要推那個卡榫 如果真的被推開的話 我們就會把那邊的網捕的更密 讓他們那個手就吐不過去這樣 就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甚至有人會全身還在那個網 因為那個網就是有10公尺長 或者是15公尺長 有人就會在那個網裡面 他覺得很重啊出不去 他就會在那個網裡面 就是帶著那個網一起走 然後去開那個出口的門 他就一路走到那個出口 然後去跟外面求救這樣子 當然沒有救成功 他會整個人連著網 想要一併走出那個出口 對 那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而且我想要提一下 第三個只能單向開的門 那時候是為了要讓單架進去 因為我們其實很怕有人在裡面受傷 我們才坐的那個門 他就是完全是為了單架的size設計 其實就是那個也是一個我們平常在用的門 就是我們自己要把展區打開的時候 我們自己不用經過那些網 就可以從那個門出入這樣子 對 不然我們每天早上都要自己玩一次那一關 對 都要爬那個牆 因為我們要把後門打開 要經過那邊才能過去 如果我們不小心把那門縮起來 我們自己就要經過那個網再過去 對 你可能就是那個一天的體力就用掉一半 對 就是 但是那個門就是 真的原本就是一個緊急用的門 就是沒有預期說有人會把那個門打開 但的確有不少人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就是把那個門打開 其實北海大使館一開始是 他們看了我去年在Rikes Academy的那個Open Studio開放工作室 他們 因為我上一個作品是做就是 我讓自己有貓的聽覺 就我做一個裝置讓自己有貓的聽覺 然後我帶的那個裝置一個月看我會不會瘋掉 就是貓的聽覺比人敏銳嘛 就他可以聽到一些高頻的聲音嘛 就我讓那個高頻聲音可以被我自己聽到 那我就做這種感官相關的作品 那北海大使館他們的策展人就有來看 然後他們看到說 怎麼有一個傻瓜就是帶著這個東西一個月 然後就想說 這個人好像是做跟那個 非人動物跟感官有關的一點事情 所以他們看完之後就聯絡我 就是跟我講了他們的 他們他們今年的計畫 然後希望看看能不能合作這樣 所以這是 這是北海大使館找到我的方式 那是透過開放工作室去找到 那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就是有的也是會看你 就是如果你在荷蘭有一些展覽或者是 有加入一些組織的話 比如說是 比如說海牙有一個組織叫做Strong 那那個組織就會有一個藝術家資料庫 就是在海牙的藝術家資料庫 那我知道有些策展人就會去搜尋那個資料庫 因為它是有關鍵字的 比如說你打Non-human 就是可以找出來一些 就是跟非人生物有關的藝術家 那之前也有一個單位是透過這個資料庫找到我 那有一些人也是透過之前的展覽或者是報道去做關注這樣子 很多方式 那剛剛的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是那個經費的問題 那一開始他們沒有明確說要給我們多少錢 但就像那個言廷說的就是 他會先問說就是我們做這個裝置 我們自己評估要多少錢 就是做這個裝置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我們要報一個值給他 然後就是他了解狀況之後 他一邊在拉各種不同的贊助和各種不同的範圍 然後再分給就是 拉完之後他再分給他們年度計劃 年度計劃不只我參與 還有其他的科學家或者是生物學家 藝術家就是大家都要分到這些錢 然後我猜他們是按比例去做分配這樣 就是他們拉到多少錢然後再按比例去做分配 對所以可能就這一次的心得就是一開始那個錢要報高一點 對不要報高 因為一開始我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密室逃脫 我以為我只是要簡單辦一個workshop這樣 然後我說我就報了一個值給他 結果最後要做這個東西 顯然會超過那個預算 所以一開始記得要報多一點 我也 那你報最後預算報出了多少倍嗎 我們還沒結算 不過最後我是有跟他拗多一點錢 最後原本他第一次給我錢 他真的是照原本我報給他的預算 就是我們要分給你這樣的錢 然後我就跟他說這不夠 然後再去跟他拗這樣子 我之前有跟那個安和分的那個moo gallery合作 然後他們會要求你裡面要有10到15%的 unexpected cost 所以就是在你估完的以上再加10%到15%這樣 嗯的確 其實估預算是我覺得還蠻 蠻神奇的事情 就是你一開始不知道你要做什麼東西 那你到底要估多少預算 就搞不好做的東西是 就是遠遠會超過你原本想像的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一旦你發現這件事 就是可能你要趕快講說 我要做這個東西就是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樣 然後就是我要調整那個我之前講的 就是你一有意識到就是這東西 會變更多錢的時候 就是你要馬上去跟那個機構調整 你之前講的話 因為搞不好你原本 你原本搞不好只是要就是 只是要做一張桌子然後跟人聊天 然後後來你發現你要做一個密室逃脫 就是會是不同的錢 所以這個其實是在一開始的 不僅是計畫前的預估 還有就是計畫中你怎麼樣跟institutions 有的溝通的狀態嗎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通常計畫前的預估 我不知道在這邊大家寫那個的倾向是什麼 可是通常呢我除了報告之外 我還會特地我會擴充那個項目 然後你擴充項目的那個空間也要騰的比較大一點 這樣你才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比較彈性的操作 嗯嗯的確 我只想到這兩個方法 嗯 還有就是就是你的人人的公時也要算進去 嗯嗯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你要算公時你是用時薪多少在算 就是以北海大使館在算公時的時候 就是就是他的那個成本是用公時在算 他是以每小時45歐元做計價 然後再乘以時數再做 再做他拉 拉贊助的標準 比如說比如說他預計這個工藝術家要工作200小時 他就會拉9000歐元的預算進去這樣子 就是這個是製作費 對他是用一小時45歐元在計算 就不只是藝術家就是其他科學家或者是那個研究員啊 哲學家策展人他也是用一小時45歐元的那個工作費在做計算 給各位參考 這個非常實用耶 對這個真的非常實用 因為我意外的拿到他們的那個那個拉贊助的那個報表 就那個那個本來不是給我看的就是 可是他們拉的贊助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那個funding的機構的評審是我的朋友 他就給我看那個表 那這樣子拉贊助有用同樣的方式給你們嗎 還是說那個就會變成是 除了薪水還加上你們的材料費 薪水是另外算的 就是藝術家費是另外 就是另外找另外一個機構去去拉 剛剛講的是就是他們拉材料費的部分 那你說一個小時45歐 所以他是預期你的材料費會等比於你的工時嗎 就是工作時間越長 對就是他們他們 因為他們做就是這個計畫比較特殊 因為他們的年度活動 我不是指這個密室就是他們年度還有其他活動 其他的表演或者是展演或者是科學研究 他裡面的人不只是藝術家還有其他的人像策展人 就是他他就沒有列細項 他就把就是這些人列出來 然後預計這些人會工作多少小時 然後再乘以45去算 所以他可能為了就是為了對方的閱讀方便 他做了這一張報表 那如果是只有藝術家這種工作型的這種 就是拉贊助的這種表格 他可能可以列的更詳細 就是把材料費的細項去做裸列 可能會更精確一些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算的 我自己如果是算全職的時薪的話 我大概會用每小時15塊到20塊再算 因為我就照那個荷蘭的平均工資2500歐元 然後除以那個一個月的工資 就大概是一小時大概就是15塊左右 所以我就用荷蘭的平均工資去算我的錢 那如果我全職工作一個月 然後去算這個錢 我至少可以得到荷蘭的平均工資 我是這樣在急 文青在這部分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通常找得到的 因為剛才那個聖文講到那個Pardim Pardim的話 剛剛說他們給你45 其實算很高的 因為他們算給的算好的 因為通常因為每一個單位 他們在給Pardim的話 你如果藝術家駐村也會有 他也會 因為他會有個基本費 就是你每天的 因為你要吃飯 拿到什麼這個Pardim 那我記得我通常拿有時候35歐 所以這個Pardim的那個錢的話 就不一定 就要看他們那個單位怎麼算 然後再加上你的材料費 再加上住家費用 所以這些都是 一個Pardim是最基本的 那這個 所以這個 可是Pardim就要跟他們要講好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看 你在阿姆斯特丹 還是你在Hroningen 或者是你在其他城市 他的Pardim會不太一樣 因為阿姆斯特丹 你本身的那個 你本身要 你要住啊 或你要吃飯啊 本來他的那個消費就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他也是會這樣子的原因 他的Pardim會不太一樣 在每一個城市 對 所以這個的話就要看 就是如果你以後 有要這樣計畫的話 就可以跟他們討論 就是可以是討論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 自己的價錢啦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是阿姆斯特丹吧 阿姆斯特丹本身他的什麼都比較貴 所以他的Pardim本身就給的比較好 有可能 對 醫師家費用是它是應該會 這個就要看你的 你這個案子他的 但每個醫師家費用就不太一樣 因為 因為醫師家費用就是那個 Const honorarium 所以這個的話是看你是新作品 還是你是什麼 那你的算法又不一樣 之前私有有分享 類似那樣子 所以那個的話就要看你的作品啊 什麼 這個是另外 可是因為我剛剛講那個公史的那個 多半是你有做project 或者是有藝術家住村 他們才會 他們才會講到這個Pardim 欸表演的話 你們就是rehearsal 就算rehearsal的錢嘛 對 因為rehearsal也是算Pardim 你們那個 彩排多久 每個小時都有在算 我想要問一下 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你們這個案子籌化了多久 北海大使館大概是年初的時候 來我的工作室提案 然後 但是我開始去 開始去做大概是 我想一下 開始去構思大概是三月的時候 然後可能也是在差不多在那幾個月份 我跟菲菲說就是希望可以一起合作這樣子 可能四月左右 我們兩個開始合作吧 所以 從四月到我想想看 到十一月 可能大概半年左右的時間 就包含所有的讀資料和研究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確定要做什麼樣的關卡 這個就花了大概一半的時間去做這樣的研究 那最後實作 實作構建大概是花了兩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是把裡面的東西使作出來 你們這些裝置後來現在策展了之後 有其他用途嗎 因為像你那個 我剛剛聽你們那個鞋子不是爬的 那個還滿 那個之後可以用在 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感覺 對 其實我們一開始設定的目標就是 希望我們的構建可以用在未來不同的空間 就是我們希望它保有彈性 就當然有些東西沒辦法 可是有些東西我們做的時候就會保留一些彈性 說就是這個東西是之後是可以擴充 就如果在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我們也可以把它改成一個比較大的版本 或者是把它改成一個比較小的版本 就是它是可以在不同的空間去做呈現 這是我們的夢想 就是一個理想 所以做的時候有盡量去考量這件事情 就盡量不做那種就是整個是一個3D的固體 那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拆解 就是我們盡量不做這樣的東西 所以之後如果有空間 如果大家有覺得哪些空間是適合這樣的作品去做呈現的話 那個也拜託跟我們說 就是我們也可以去跟他們提案 你們這個作品做完了之後是 這個作品的所有權是屬於你的吧 目前是 因為本來北海大使館是說他們所有權是他們的 可是他們現在沒有辦法找到適合的倉儲 所以就說這就是那個東西現在全部都是我的 因為你們會不會有談到說 如果你們之後展這個在其他地方 他們需要 因為是等於說他們出錢 等於說他們出的錢做你們這個案子 所以他們會有所有權嗎 要註明 要註明就可以 我覺得要給他們credit 可是他們現在沒有辦法 對他們現在沒有辦法限制說我要把哪些東西丟掉 或者是不丟掉 因為就是他們 他們本來是要 他們本來是要有一個倉儲空間 因為他們之前委託的藝術家的東西可能比較容易被放在一個倉庫裡面 比較合理的空間這樣子 可是這件作品評估就是就算把它疊起來之後大概也有30立方米 所以對他們來講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去做儲藏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就到我頭上 我也還沒有辦法做儲藏 你們當時簽合約的時候有簽這部分的東西 就是關於做合約 就是沒有提到就是有口頭去提說 就是之後他們和我要一起找一個倉儲 但是現在變成說他們沒有責 我們要自己去找一個空間 不然就是有些東西就留不下來 那如果以後他們要就是其他單位要腰斬的話 會是誰決定去斬或不去斬 現在應該變成我可以決定 然後可是要跟他們說這樣子 就是他們必須要被提到說 這個是和他們合作的計劃這樣子 對 通常在就算有合約也是會走到一步 就是說你只要知會 然後再注注明credit就可以了 除非說那個institution他們是真的堅持說 這個東西的權利是在他們的身上 但我會覺得這還是最好要簽比較好 因為我遇過很糟糕 不是在荷蘭是在台灣 然後有一部分的東西是新發展的 然後邀請的人非常的 可能精神有點問題吧 反正他後來把我的作品丟掉 然後還就是覺得我們新發展出來的東西 應該是屬於他的 那但是這都是在沒有簽合約的情況下 所以後來就是遇到這種問題 我都覺得有點可怕 就是一定要先簽好這樣 我不知道台灣的 欸你們藝術家的那個創作 是放在著作權 也是放在著作權法裡面嗎 是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有人格權和所有權的樣子 這樣通常所有的 這其實是比較保護我們創作者的 就是你幾乎使用權 還有什麼創作權都在你身上 只是就是你在簽合約的時候 你要看的特別清楚 就是說就算這個委託創作方 他有使用權的話這個是多久 那在展出首演之後 他要怎麼樣再被利用 通常就是為賈方他們可以有的權利 就是只是他們展出的那個東西的紀錄 他們有再制權 剩下就沒有了 除非你在合約上簽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合約看好 或者是能夠在合約的條列項目上面 增設一些就是對我們有的保障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今天我們在 今天我們在聚會的同時 還有另外一場聚會 就是在講就是 著作創作權的就是台灣的 因為台灣這部分目前鬧的蠻大的 盛文你剛剛要說什麼 我是之前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些單位會做著作權讓渡 就是他希望你讓渡著作所有權給他 就人格權不能讓渡 因為他就是這作品做的就是你做的 就是這是你的人格權 他不會變成那一個委託單位做的 所以這個不能讓渡 可是所有權是可以轉讓的 就是這個作品 如果著作所有權讓渡給他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不是他的 那你之後就是不能 不能展也不能賣 那你剩下的權利就是 你可以指責那個作品說 那個東西是我做的 就是如果你讓渡的著作所有權的話 你的權利就只剩那個 就是聲稱說那個作品是你做的 那其他展覽和販售的權利 都是對方的 所以如果有單位 要你簽那個著作權 著作所有權讓渡的話 千萬要善事這件事情 我想要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唯一一個 就是其實在我們給你的那個 仿剛的最後一個 因為我其實對這個 就可能 可能是生活在歐洲或者是荷蘭 這樣子的經驗 就比較相關的 就是你們的作品是 比較在講說共感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這邊以 如果是講人文的角度的話 就是這邊的社會 比較是崇尚個人主義精神 所以不管是 光在共感精神這件事情上 還有說今天我們講到的 假設是說你設計一個魚道 可是這個魚道根本對於 它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不適性 那你在這邊分享這個 公感經驗的時候 大家的觀點 就是一般人們的觀點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體驗 其實因人而異 其實這一次有蠻多的 蠻多的觀眾 他的個人主義的狀況偏弱 就是沒有什麼個人主義 他就比較可以理解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但是也有幾個觀眾出來的時候 他受到了幾大的驚恐 或者是應該沒有到創傷了 只是那個驚魂未定的感覺 就是他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一直顫抖 一直說你們那個 如果要對人這樣的話 你們應該要先說啊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們都有先說 可是他可能那個一緊張就忘了 就是怎麼這樣 然後就是大家 再慢慢跟他解釋之後 他慢慢就可以理解我們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後來他也蠻開心的 就是他可以去做跟自己 以前不太一樣的思考這樣子 那就算是扭到腳的那個阿姨 他後來也沒有太生氣 他說他再也不吃鰻魚 就是他沒有非常的恨我們這樣子 就是可是我們是非常抱歉 就是這也是我們安全性設計 沒有到最安全的狀況 可是有的真的是還蠻難免的 就是我們後來有想說 我要怎麼避免那個年長者扭到腳的可能性 就是怎麼樣去降低這個可能性 所以每一個人出來 就是他會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評論吧 就是有的在中間真的是非常生氣 就是我們有感覺就是有人在中間 就是怒火中燒 就在監視器畫面裡面都看得出來 就是他們的肢體和情緒反應都已經出現在那裡 我們就有在看說就是 他是不是非常生氣 就有點緊張 就是他會不會出來什麼打人啊 或者是怎樣 就我們就有點緊張 要不要把他抓出來 對可是後來就是晚到最後 就是他們被被抓出來的時候 就是通常在中間生氣的人 就是出來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臉都是面帶笑容 就不會太生氣這樣 就是覺得怎麼今天那個沒事受罪來幹了這件事 然後可能就會就會永遠記得這樣的事情這樣子 對就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過程中從那個恐懼憤怒 然後到最後那個釋懷 就是就是有有有一個那個情緒變化在裡面的觀眾 其實非常非常多 後來就是想要繼續當朋友的 就在裡面很生氣 然後後來想繼續當朋友觀眾也非常多 我覺得這個其實真的是蠻蠻有意義的 因為剛剛你有提到說 通常我們很少就是會有這個經驗是說 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如何做 可是其實如果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小時候去一些山上的時候 就是都會遇到說 沒有那些通道 你就要踩著什麼數字啊 雜草什麼什麼 可是這件事情在荷蘭其實是 我有注意到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你不管去多麼向下的地方 他那些路標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腳踏車該走的是什麼 人可以走的是什麼 你走到哪邊不能走 你走到哪邊可以繼續走 所以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就是這是在荷蘭很特殊的一件事情 沒錯我覺得在荷蘭要產生這種直接經驗的概率 應該是不高 我自己像石油說 我自己就是前幾年就是走到山裡面 有一次就是走到那個沒有人走的路 我和我朋友在裡面真的是走不出來 就最後真的是打電話找軍隊帶我們出來 就是那個時候我就有強烈的感覺到 就是直接經驗那個恐懼感有出現在自己身上 然後那個經驗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就是有些作品 或者是有些創作行為 他必須要訴諸自己的經驗才有辦法讓人留下沒有辦法忘記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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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吧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這樣 那也是也是也是我和菲菲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 就我以前是把自己當白老鼠 所以直接經驗都是在我身上 那這一次就是想要把這個東西轉換一下 就是換成我是監控者 那直接經驗出現在觀眾上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一個情況 我覺得那個就是那種可能受傷的這個危險性其實還蠻重要 就是如果已經百分之百保證不會受傷 那個感覺比較是娛樂設施要做的 可是感覺就是你們在討論作品的意義的時候 甚至他如果被告知進去之前就被告知他有受傷的危險的話 那個感覺就是更接近你說的Fish Friendly 其實還有10%的可能會就是魚可能會死掉 這種關於Risk的概念 所以我還蠻喜歡你們那個有受傷的可能性這件事 我想問就是 對不起你先講 那個就是Risk Academia總監是一個英國人 他進去之後他出來之後他講了一句話說 這樣的作品在英國不可能發生 因為他說安全性的問題實在是太大 對 那個英國有一個 他們每一個組織都會有一個專門的人 他就叫做Health and Safety Personnel 然後他就要負責check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是安全的這樣 然後所以你作品展覽之前他都會看過 然後如果不行的話就會真的不能展 其實這件事情是就是我們 這邊也有人做是策展人來做 就是在大概9月的時候 就是策展人說他要來我們的工廠看 就是我們做的東西的構建 然後必須要有一個專業人士跟他解釋說 這些東西如何安全 所以就是就是他有來看就是我們跟他解釋 每一個構建他的安全裝置是什麼 比如說那個渦輪打到人之後會自己停下來 就是不會把人真的擊倒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疼痛感這樣子 就是就是要跟他解釋一圈 就是說雖然他可以造成你就是可能痛一下 但是他不會有那個立即的傷害 那如果如果怕被打到眼睛的話 我們會提供護目鏡這樣子 就是就是這類事情是就是就是 就是透過透過就是就有一個策展人來來看說大概做什麼樣 然後然後然後我們也要有一個簡報說就是 呃我們的裝置可能會有哪些危險要條列出來 然後我們相應措施是什麼也要條列出來 就是就是就我有列給他們 對我想問就是呃你們的展場就呃小孩的反應是什麼 有小孩去玩嗎 我們原本是我們原本是想說就是我們有推 我們建議12歲以上的大孩來玩這樣子 就是12歲以下我們不建議 但是呃但是不建議不代表禁止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覺得說自己的小孩很勇敢 他也可以進來玩這樣子 那我我我們的發現是小孩通過速度 平均來說會比大人快 嗯非常快就是很厲害 就是就是因為因為他們第一個是他們有的真的是非常勇敢 就是就是他們他們不太因為因為空間裡面很多地方是全黑的就是可是他們好像也不怕事 就是很快就過了第一關然後到第二關 然後用發展出來一些自己的方式過去 因為他們身體很小他們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過那個體質 是是大人辦不到的 然後就也過很快 可是最後一關漁網可能太重了 所以就是沒有小孩可以過那個漁網那一關 可是跟我說就是他們他們都玩的還蠻開心的 然後呢甚至呢就是那個那個前陣子不是那個Sinter Class在做禮物嗎 就有一個大概10歲的小孩子他做給媽媽的禮物 他做了一個就是我們整個空間的3D Model出來 就他自己用瓦刃子和線還有那個帆布自己剪成一些小小構件 然後他做了一個完整的那個那個就是實體的3D Model出來 然後我就我們就覺得他超級天才的 因為因為就是因為你幾乎是在黑暗裡面度過這些關卡的 你要怎麼你要怎麼記得那些關卡的位置還有形狀 對就是對啊因為因為因為空間的 我看空間大概百分之至少百分之六十是完全黑的 就是你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 然後他他可以用他的感官去還原那些東西 然後然後做出一個那個3D Model出來 那個Model我本來想做我自己沒有做 然後這個小孩的Sinter Class給媽媽的禮物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這個Model出來 然後他媽媽就很興奮拍下來說 我兒子居然做出這個東西 而且非常精確 好可愛 對啊 所以我想應該對他好像應該有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 希望不是創生 應該是應該有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 那你們會有期待就是大家經歷完這些之後 他們有什麼樣的反應 或是你們會期待他們後續會想要做什麼之類的嗎 嗯 我不知道非非可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不會去期待說他們有具體做 我覺得 呃 我自己的任務應該是去偷渡一些問題給觀眾 就是藉由直接經驗的方式去透渡問題 因為通常你要把一個問題放到一個人的腦袋裡面 其實用講的通常是可能很難的 就是你跟他講你要關心鰻魚啊 你要關心那個水下東西 他可能過一小時之後他就忘了 可是如果有一個某一種構建或者某一種作品 他可以用比較娛樂性的方式去探討一些比較沉重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策略對我來說是我比較喜歡去應用的 因為呃他可能藉由這一種半刺激半娛樂的方式去呃去經歷了一段過程之後 那個問題或許會自己在他的腦海裡面浮現 就是當當這些問題是自己自發性的產生的時候 他應該就不會消失或者是不太會消失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也我是不會期望說我的作品或者是我們的創作 可以去影響多少人改變多少人 我不會去有這一個壓力在 我總覺得說就是我我總覺得是只要 或許哪怕只要影響一個人那就夠了 就是就是只怕影響就就因為一個人 之後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是無可限量的 就是你完全不會想到說這個人受到這個作品啟發之後 他可以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 所以我總是覺得說只要只要有一個人受到感動 那就是賺到了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謝謝主持人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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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